HELLO,我是Shen 多謝收看這個連賽系列 如果你還沒看之前的兩集 你可以點擊下面的連結來看 今天做的是蒜蓉蝦精粉絲 粉絲先用暖水浸20-30分鐘 最好用年頭的新鮮蝦 急凍的蒸起來沒那麼鮮味 蝦要來處理一下 頭頂的鋸就剪掉 一會吃的時候就不會刺到嘴 還有它的鬚和腳也剪掉 然後沿著背部中間的蝦殼 剪開它 然後切一刀 盡量切到靠近蝦腳的位置 但又沒有切斷 用牙籤呢 小心地把腸捏出來 然後檢查一下可以抹開 待會可以放到蒜蓉就可以了 準備一些蔥粒 要有六粒蒜頭 把它拍扁 然後切成肉 粉絲浸淋了之後 沾乾水 和它調味 放半茶匙的鹽 大概1-2茶匙的麻油 三湯匙的雞湯 就可以攪拌均勻 稍後不記得粉絲要剪幾下 待會吃起來就容易一點 然後準備一個大碟 把粉絲鋪在底 之後就鋪蝦在面上 稍微抹開一下 讓它可以攤平一點 我這個是圓形的碟 所以我喜歡蝦頭在中間 這樣圍著一圈 如果你的碟是長方形的 那你橫放也可以 可以攪拌 可以攪拌一下 可以攪拌一下 放一些白胡椒粉 放一點白胡椒粉 然後就可以把蒜蓉 放在面上 然後就可以把蒜蓉 放在面上 水滾之後 放下去蒸5分鐘就可以了 不用蒸太久 如果蒸得久 那些蝦子老了 硬了 就不好吃了 很快就完成了 很快就完成了 然後把剛才切好的蔥花 沖在面上 喂 還沒吃得住 再煮一些滾油 淋上去 這樣就可以吃得了 這隻蒜蓉蝦精粉絲 整起來一點都不花功夫 又很受歡迎 底下的粉絲吸了蝦的鮮味 很棒的 喜歡我的視頻 就給我一個讚 如果你不想錯過我的視頻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留意著 下一集的連菜系列 完整食譜 可以去我的blog看 連結我放在下面 下集見 拜